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身為一個影片創作者 有一個好的資料存放媒介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完善儲存我的影片素材 我目前使用的是群繪的NAS 做了我主要的存放區 這種市售的NAS方案,好處就是穩定易用 基本上就是裝個硬碟無腦開機就可以了 設定也都很簡單 但缺點就是價格不便宜 畢竟就是多花錢來買個方便 那我也明白說,有在觀看我頻道的廣大男性們 雖然你們不是影片創作者 但對於一個好的資料存放媒介 通常是很重視的 可能是要為了放一些事業上的重要資料 或是個人的後宮伽利之類的 可以說是男人寄託希望的烏托邦 那今天的題材比較特別一點 我要來打造一台低成本的NAS 它不像市售的NAS那樣的昂貴 但卻一樣有強勁的性能以及功能 讓你也能擁有個人的私有雲端 那就讓我們幹話繼續說,直接來開始 我知道有人一定有疑問 如果只是要一個良好的儲存空間 那其實只要在電腦裡面加裝一顆硬碟就好 SATA線接一接就可以用了,方便又快速 為什麼好特別組一台NAS來用 感覺有點多此一舉 那這就要提一下NAS的核心是什麼 NAS的全名叫做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之前影片也有跟大家提到過 它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能夠透過網路來分享你的資料 不單單是局限在一台電腦裡面 而且NAS本身就是一個能夠獨立運作的個體 擁有自身的作業系統 並且有一套管理資料的方式 簡而言之,有一台NAS 你能隨時隨地存取你的資料 不用打開任何一台電腦 並且也能擁有硬碟容錯的功能 即便今天一顆硬碟突然壞掉,資料也不會不見 並且NAS的簡易系統特性 也適合長時間運作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做保養及管理 這個就是NAS的好處 你能無時無刻訪問你的烏托邦 不用死手在電腦前面 甚至你在廁所裡面突然心血來潮 拿著手機也能用 如果我對你講了這麼多 你還是沒辦法感受到我所傳遞的訊息 那我只能說你可能是為宇宙不同的聖賢 我們凡夫俗子的浪漫 無法去觸動到你的心 我是很感遺憾 那接著我們馬上來看這次所使用的零組件 對於一台NAS來說 因為主要的工作在於管理資料 所以不需要用到多強硬體 就能讓它良好運作 那CPU級主機板的部分 我使用Intel的i5-3450 搭配P8Q67M主機板 這兩樣零件是買二手的 目前殘值大概1000出頭就能搞得到 那你要拿效能相當的i5-2400 搭配更便宜的H61主機板也是OK的 整套預算大概7-800就能搞定 大家別看這種將近10年的老U 好像很弱一樣 你把它拿來做加工NAS 那個性能是完全溢出的 沒在開玩笑 35的性能甚至比我目前用的NAS還要強 你用不到1000塊的老U 性能可以超越要價2萬4的NAS 這個就是自主NAS迷人的地方 那當然這樣的好處不是沒有代價的 你花費更低的預算 但伴隨而來的就是你必須花更大量的時間做功課 自主NAS的門檻高了不少 並且穩定性也需要花時間調整 在這種老平台的耗電量也會相對高等等 不過對於熱愛DIY的玩家來說 這些成本都是家常便飯啦 沒有反而覺得無趣 所以就看個人 然後主機板的部分 因為我這次想玩看磁碟陣列 到時候會裝到超過4顆硬碟 所以這裡我選擇有6槽SATA接口的板子 那如果SATA接口不夠用的話 也可以再透過PCIe槽來做擴充 用PCIe的硬體來組就是有這個好處 然後這裡也要注意一下 主機板上面的網路接口 建議至少要選有Gigabits規格的 也就是有1G的速度 換成Megabyte大概就是每秒125Mbps 雖然也不算很快 但至少能讓機械硬碟發揮一點的速度 不然如果挑到只有100Mbps的網孔 那個速度只會每秒幾十Mbps 還不如用隨身疊傳還比較快 所以這裡要注意一下 然後也別忘記 不只主機板段需要Gigabits 連要連接的錄羅器或交換器 也是需要Gigabits的 這樣才能發揮它的速度 但再來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這次我打算安裝Free9系統 以官方建議的配備來說 至少需要8G的記憶體 所以這裡我就拿了兩隻DDR3 4G主充通道 現在DDR3的記憶體也很便宜了 4G一隻200塊就可以搞定了 少喝幾杯飲料就擠得出來 那再來是電源部分 使用我之前買了台達500W二手電源 花了280塊錢 也是少喝幾杯飲料就有了 其實仔細去思考可以發現 任何東西你只要有可能少喝幾杯飲料 那麼對於自身的財務狀況 就能有很驚人的改善 像這次的NAS 少喝幾杯飲料就擠得出來了 手機也是一樣 要買新的iPhone 12 現在是少喝1000杯飲料就可以有了 車子也是一樣 少喝幾萬杯就有了 房子也是一樣 少喝幾十萬杯就有了 少喝幾杯飲料 你就財務自由了 那電源部分 其實沒必要挑到這麼大的瓦數的 NAS本身並不只能耗電 會挑這個是因為它剛好給到6個SATA 這樣會省得用轉接線 對於機械硬碟這種啟動時 會產生較大電流的設備 用轉接線就不是很安全 如果大家在挑電源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那機殼部分 因為是低預算的組裝 所以就延續我們頻道的優良傳統 使用薛丁格機殼 這種若有事物的感覺 像極了愛情 那硬碟的部分 這裡我一樣會分成系統碟及輸存碟 系統碟你可以隨便拿一顆容量大於16GB的SSD或USB就可以了 FreeNAS並不會佔用多少空間 那這裡拿我之前買了64GB的SSD來用 那時候花了350塊錢 然後輸存碟的部分 這次我有一口氣安裝4顆500GB的HDD 既然是要玩NAS 那硬碟當然就是要裝多一點來組10碟陣列 即便是低預算的組裝 我們還是要保有用NAS的尊嚴 用4顆硬碟來組陣列 有助於提升讀寫性能以及榮譽空間 雖然我寫腳本寫到這裡 還沒有想法用哪一種RAID 反正等等大家就會知道了 那這4顆硬碟也是之前買二手的 單顆120塊錢,非常便宜 我等於是用500塊錢油爪 就取得了2T的大容量 那為了保護這些硬碟 在運轉時不受到震動所影響 所以這裡我在硬碟的底部 墊一些電競泡泡子來防震 既環保的效果拔群 然後SATA線的部分 這次我總共用到5條 剛好我前陣子在蝦皮上買了大量的SATA線 像這樣一包裡面有兩條 是華碩主機板內附的 我猜應該是點價有太多 所以就堆起來轉售 一包兩條只賣20塊錢 品質也很不錯 那到這裡我們零就湊齊了 包括硬碟也花不到3000塊錢 就搞定一台能擴充5倍的高性能NAS 那組起來之後看起來是有模一樣 跟市售NAS長得差不多 只是我們自己組的看起來更加奔放 那硬碟搞定後 接著就可以來準備關系統了 這次我將會使用FreeNAS來做我們的NAS系統 所謂的FreeNAS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專門為NAS所設計的作為系統 就好比群會的NAS 也會有自己的系統一樣 將我們一般的PC硬體 安裝上FreeNAS之後 它就能擁有NAS所需的一切功能 重點是這個FreeNAS還是免費的 並且在安全性上其功能都做得很完善 是目前世界上很受歡迎的NAS系統之一 那安裝FreeNAS的方法跟安裝Windows差不多 就是先去他們的官網下載系統檔 然後把它做成USB的開機碟就可以了 連結我會放在下方 有興趣的在自己飛過去 下載完後因為它的格式是ISO印象檔 所以需要用到磁碟的印象工具 將印象檔製作成USB的開機碟 這裡我是使用Win32-DX Image來製作 下載連結了一併放在下方 打開印象工具之後 選擇我們剛剛下載的FreeNAS檔 這裡如果找不到檔案的話 就點選右下方這邊的選項 點完之後就可以看到了 那接著選擇我們的隨身碟 然後點選寫路資料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完成開機碟後 接著就是勞套路了 直接插上我們自製的NAS並且開機 在經過大概半小時的記憶體相容性問題後 總算是順利開機了 反正勞硬體就是這樣子 多插把它幾次記憶體 找一下排列組合就能開機了 然後這裡可能是因為主機版的BIOS沒更新 認不出我的i5-3450 所以我後來把它替換成i5-2400來用 兩者的性能沒什麼太大的區別 那在BIOS裡面設定USB開機後 就可以重開了 然後特別提一下 這裡我發現我的這張板子 用EUFY形式的USB開機 會讓FreeNAS系統無法進入安裝程序 而是要使用傳統的USB開機才可以 那在使用隨身碟的開機後 首先又看到一個簡約的畫面 這裡按Enter進入FreeNAS的安裝程序 接著就讓它跑 再來選擇第一個選項安裝 這裡是要選擇我們的FreeNAS系統安裝的位置 和空白鍵可以做挑選 因為目前我還沒把機器人碟給裝上去 所以只有一個SSD的選項 那選擇完後按OK 這裡它提醒你的系統碟會被清空 我們直接按4 接著設定了NAS密碼 這有點像路由器的帳密一樣 之後要管理的時候就登入這個密碼 然後FreeNAS的初始名為ROOT 接著是要選擇FreeNAS的開啟模式 看是要用UEFI或是BIOS開機 那這裡我是選擇BIOS 再來就是讓它繼續跑安裝 等跑完後我選擇第三個選項重啟系統 你也可以在這時候順便拔掉USB了 那當系統重開之後 如果你有提前先接上網路線 那它開啟完後就會停留在這個畫面 下方會有顯示出一組數字 這個就是我們NAS的IP位置了 待會只要用電腦的ROOT這個IP 就能夠遠端控制我們NAS 那到這裡我們的FreeNAS就正式搞定了 接著隨便用一台電腦 記得是要跟我們的NAS在同一個區域網內 在路覽器網址輸入剛剛的IP 這樣就能連結到我們的FreeNAS了 很神奇對不對 到這裡其實接下來的步驟 跟加用NAS就差不多了 輸入障面做登入 然後名稱是ROOT 密碼就是剛剛我們設定的 接著就可以進入FreeNAS的管理介面 雖然一開始安裝的畫面很陽春 但進入FreeNAS的系統後 這個介面意外的先進 你可以一目瞭然看到系統版本資訊 網路介面資訊 還有CPU及記憶體的運作資訊 大家看到這個全英文也不要慌張 因為它可以在左側的System選項 裡面的General 這裡的語言選項可以做切換 選擇Traditional Chinese 接著按Save就OK了 這樣一來就親民許多對吧 FreeNAS是能支援中文介面的 所以英文不好的人也不太需要擔心 接著就要進入我們的資料設定了 這裡因為FreeNAS是7H項系統 所以它對於用戶的分層,以及全線的管理 有著非常豐富的可自訂性 並且也比較複雜 所以這裡我會整理出最簡單的邏輯給大家 照這個步驟走成功率比較高 首先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去創建一個使用者 點選左方的帳戶 裡面有使用者的選項,點選右邊的Add 這裡我們就是新增一個使用者 輸入名稱還有密碼 這裡的使用者也就是我們自己 到時候會以這個身份來訪問NAS的資料 然後這裡的新主要族群我會把它做勾選 讓它自動幫我創建一個群組 名稱也一樣會是環 接著按儲存 到這裡我們的使用者就創建完成了 到時候會把NAS的訪問資料的權限 設定給我自己 那再來第二個步驟 我們來處理硬碟的部分 選擇左方儲存,裡面的磁碟選項 這邊我可以檢查一下 所有的硬碟是不是都有讀取到 那接著點選左方的儲存機區 這邊就可以建立我們的實碟陣列了 一樣按右方的Add 然後選擇建立新的儲存機區 按建立 這裡先設定我們的儲存池的名字 接著挑選我們安裝的4顆硬碟後 把它移過來右方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要用什麼樣的儲存模式 有鏡像的,有RAID等等的選項 那這裡我選擇RAID Z2來使用 它的運作模式跟RAID 6有些許類同 最低需要4顆硬碟 並且提供2顆硬碟的容縮率 意思就是我今天就算一次換了2顆硬碟 我的資料也不會不見 有沒有覺得瞬間有尊嚴了起來 3000塊錢的薛定格NAS還能有容錯 那種感覺除了爽還是爽 不過當然這樣的容量是有縮小的 像我們裝了4顆500G的硬碟 而組成的容量只會有2顆大小 也就接近1T左右 然後這個實碟陣列的建立速度很快 大概10秒內就搞定了 那建立完儲存池之後還沒完 到這裡我們只是先把硬碟陣列給設定好而已 接著要在這個儲存池裡面建立一個資料集 因為待會我們會透過這個資料夾來做共享 那選擇右方的選項 點選裡面的新增資料集 名稱部分隨便打 這裡我取名有SMB 那接著按儲存 建立好資料集後 接著我們按右方裡面的選項 選擇編輯全線 這裡的用意在於要把這個資料夾的全線 設定給我們自己 這樣等一下我們才能夠存取這個資料夾 沒辦法這個就是企業級系統的規模之處 它的功能強大,但也就是需要花一些心力去把它設定好 所以這裡的使用者以及群組就一律改成自己 並且他們下方的apply也要做勾選 到這裡我們就把我們的資料集給建立完畢了 也把全線給了我們自己 那最後是第三個步驟 就快完成了,大家再忍耐一下 快要下課了 前面都已經設定好後 最後就是要將我們的資料集透過網路給分享出去 點選左方共用 裡面的Windows共用SMB的選項 這個SMB大家可以理解成 Windows系統跟Linux間的溝通小兩 大部分人應該都有在電腦上 看過網路方靈這個東西 它就是Windows跟Windows間的溝通小兩 可以透過區域網路做資訊交流 而SMB就是Windows跟Linux間的網路方靈 你要讓這兩者能夠透過區域網做連接 就是要透過SMB 那這裡我們點選右方的add 在路徑的地方選擇我們剛剛創建的SMB資料夾 夾按儲存 這裡會問你說要不要開啟SMB 那選擇啟用服務 到這邊我們的NAS資料夾就正式分享完成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在電腦裡面按Windows加R 在左下角處輸入兩個斜槓 以及你的Freenas IP位置 接著它就會要求你輸入使用者的名稱以及密碼 輸入完畢後我們就可以順利的訪問Freenas了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創立的SMB資料夾 這時候我們嘗試傳個資料進去 我丟個將近10區的影片檔 可以看到它的傳輸速度是穩定在每秒110MHz出頭 並且全程穩定不掉速 或者這個速度是因為我們的1G的網孔 去限制到它的傳輸速度了 不然會再更快 不過這樣的速度其實也不算慢了 10G的影片檔大概1分半就完成了 那這樣的傳輸速度 要拿來觀看高馬力的4K影片 也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它就跟你的電腦內的硬碟一樣 你可以按右鍵然後選擇連線磁碟機 這樣就可以在我的電腦裡面做開啟 除了放檔案方便之外 速度也屌打很多USB上的隨身碟了 真的是舒服 那到這裡這台FreeNAS 可以幫你做到在不同的電腦之間 迅速的做資料轉移 以及分享浪漫的多媒體資料 然後到這裡還沒完喔 剛好提到說 有時候我們在廁所裡面沉濕 也是會突然靈感浮現 但是後沒電腦用怎麼辦 不用擔心 我們一樣可以用手機連接FreeNAS 這以iPhone為例 我們先進入到手機內建的檔案總管 接著按右上方的選項 點選連接伺服器 接著輸入SMB,冒號兩個斜槓 然後再加上你的NAS IP 這裡它一樣會要求你輸入NAS的使用者資料 這樣一來就可以順利的訪問裡面的資料了 像我剛剛傳進去的4K影片 手機可以直接觀看 並且不會有任何卡頓 不過這個會很考驗你手機的轉滿能力 畢竟4K對手機的壓力還是會比較大 不過這樣就真的很爽 代表你已經可以用手機隨時觀看NAS裡面的4K影片了 你們懂我在說什麼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自主NAS分享 我們很成功用低廉的預算 就打造出一台性能強勁的NAS 甚至勝過很多市售的NAS方案了 我們這台NAS的理念就是 要個性、有尊嚴 不遷就但隨緣 有這台NAS 從此烏托邦就唾手可得 生活中的幸福 往往就是這麼簡單 雖然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遇到了不少問題 比如網路的設定就耗費了我不少心思 畢竟這個是新領域 很多東西都要學習 但這就是DIY好玩之處 而且這次組的NAS 在穩定性上意外的好 在我設定完後 就沒有出現過死當 或是有嚴重的BUG情形 這也讓我看到他確實能夠長久使用的希望 那有人會擔心說耗電的問題 我自己實測在這樣的配置下 待機功耗約在50W上下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並沒有比市售的NAS還要高多少 畢竟這次是用10年的4核心老U 製程是遠古32奈米 並且這次用的硬碟也是屬於老舊 多少有些影響 能夠有這樣的表現已經相當不錯了 如果你介意這樣的功耗表現 那可以考慮更換成雙核的奔騰 或是更新製程的處理器 相信功耗會有更好的表現 如果大家家裡有沒這樣用的電腦 或是有NAS相關的需求 但預算有限的 那今天這個DIY NAS 也許你就可以考慮玩看看 真的蠻好玩的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 掰掰